立法會示威區月初發生的垃圾桶縱火案 警方今日先後拘捕了六人 只他們涉嫌全謀縱火 探員帶其中一個疑犯去到案發現場 被黑暴蒙頭由兩個警員押戒 先由天馬公園走到立法會近示威區的閘口 之後再走入示威區旁邊的藍廁 在裡面逗留了大約6至7分鐘 之後疑犯被帶到當日垃圾桶起火的位置 期間警員向疑犯提問全程有人拍下 整個案情重組的過程歷時大約40分鐘 警方說被捕的六個男人年齡介乎18至24歲 當中有人在網上自稱是本土派組織成員 這幾名男子有部份是大專生 有些是自稱無業的 他們有部份人士在網上是自稱一些組織 但這也是我們調查方向之一 我想是一些本土派組織 事發於今個月9日的夜晚 立法會外一個垃圾桶被人縱火焚燒 並發生輕微爆炸 而當日立法會原定恢復二讀辯論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不過最終留會 而當晚也有團體原定舉行反 版權修訂條例的集會 會不會的 很高峰 使用